大家好 周末HSK二集全面攻略 跟我讀训练 现在开始 周末HSK一个全面攻略 大家几乎点赞一下 今天要对话的内容是 即即 教学区的内容是 宁 教 教的 请听读 这是学生和老师的对话 请教别人要注意些什么呢 你们觉得该向谁请教好 可以向父母兄弟姐妹 老师同学 还有很多人请教 那该怎样向爸爸妈妈 或老师或者老师同学请教呢 请教的人和被求教的人 都应该有礼貌 是 我看请教时态度要大方 有礼貌 还特别注意请教完毕后 还有 还有礼貌的说声谢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就是请教别人 得把你的问题表达清楚 让人家听清楚了你的问题 才能有目的地帮助你 下面呢我们再练习读一读 看看有些语音现象在这里 请教的教室 请教别人要注意些什么呢 请教别人要注意些什么呢 你们觉得觉得 也是作文要播有点 그래요 你们觉得 该向谁请教呢 该向谁请教好呢 可以向父母兄弟姐妹 老师同学 还有很多人可以请教 那么要那该怎样向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同学请教呢 那该怎样向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同学请教呢 请教的人和被求教的 求教는 가르침을 받는다는 말입니다 请教는 가르치는 사람 가르침을 청하는 사람과 가르침을 주는 사람 被求教者 人 都应该很有礼貌 모두 예의가 이스라엘입니다 那么 那么老师说 我看 我看 请教时 态度要大方 帖度가 帖度매하고 要有礼貌 예의가 이스라엘니다 还特别注意 특히 유이하여 시청자 Chelii이하여 enzie가 discussed 첫째는 왜색 DOWN 예의가 이스라엘 브레이징 说一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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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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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问题 重要的一方面有关的意思 我就是 说一声的意思 对于 说一声的意思 对于 说一声的意思 对于 说一声的意思 你的问题 表达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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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不耐 wiz 能夠有目的 맛 能夠不耐杜能夠 dapat 弱組字 別人 衅入選奋 在會合 choice 这也是, 我这个可以送了一个方法 一定要还有研究从 第一也是, 一旁 harus一跳上评 took clo la唯一是, 竟然要上研究出大技能。 我再说 rival一下。 请仔继别人注意什么? 在那边 请教别人要注意些什么 你们觉得该向谁请教好 可以向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同学等请教 那该怎样向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同学请教呢 请教的人和被求教的人都应该很有礼貌 我看请教时态度要大方 有礼貌还特别注意请教完毕后 有礼貌的说声谢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就是请教别人得把你的问题表达清楚 让人家听清楚了你的问题 才能有目的的帮助你 第一次思想的目的 目的不要念得了目的目的 目的它是多因子 最后我们再读一遍 请教别人要注意些什么 你们觉得该向谁请教好 可以向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同学请教 那该怎样向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同学请教呢 请教的人和被请教的人都应该很有礼貌 我看请教时态度大方 有礼貌 还特别注意 请教完毕后 有礼貌的说声谢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就是请教别人得把你的问题表达清楚 让人家听清楚了你的问题 才能有目的的帮助你 今天的HSK全面功务论跟我读训练到此为止 自己多读一读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